好 各位同學 我們這禮拜進入到這本書 最後一碼球現役 獨立的碼球在後面整合 好 那我們表定我們下禮拜 四歲大集的下禮拜請問 好 下禮拜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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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 不要忘記我們下禮拜請問 這樣的話我們下禮拜就給他們看 好多多次 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會的 蛤 不會的 不會的 會的 就像前往後代表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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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會嗎 你們看你也是有問題 或是 想說也是我問題嗎 好 所以記得我們 下禮拜請問好 我來請問好 不要請問好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CMD 限定是化學機械眼磨 chemical mechanical 的 polish 那限定本身是一種移除的製成 那它的移除過程中呢 結合了化學環境跟機械式的眼磨 來去除層機的磨墨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表面更平坦 而在限定過的這個步驟呢 其實在最早我們再講到那個 晶圓製背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到什麼呢 晶圓是拉筋 拉成一個金柱之後 接著就是要切片 切好片之後 我們前面講過 它其實用的是什麼呢 是用鑽石刀 就是刀片的邊緣是鑽石 因為硬度最好 鑽石切完之後呢 基本上表面 硬去切它表面就會有損傷 所以基本上切出來的晶圓表面呢 最好做的原件之前 要將表面給CMT polish 讓它把那些傷害給除 所以在晶圓製背的時候呢 首先晶圓表面就會 polish 之 那時候呢 就可以用到CMT 用來表面 polish 而晶圓是用到晶圓之後呢 又會開始做CMT 這些CMT不知道哪些呢 從我們早期之前看到的 Sharrel Change Acceleration STI製程 叫做 Acceleration 總會有CMT 還有什麼呢 我們上禮拜之後再講一個 金屬化製程 在後端製程的時候 金屬填外面 填進去很多金屬 外面還有 含了不起很多出出來的金屬 要把很多製程 然後呢 金屬層跟金屬層 之間的捲層 那也需要CMT多製程 所以平坦發製程 在前段 STI的製程中 跟後段金屬化 ILD的製程中 都會使用到 那這個主要在 點2製程之後呢 就開始使用 好 那 之前呢 我們在使用CMT的時候呢 主要是為了後段製程 後段製程 我們上禮拜介紹到 烏烏是我們來填塞 金屬化 就是那條蜜耳 就是 CMT到上層金屬之間的支柱 那金屬酸在一起只有烏 而烏烏我們用CMT的模式 填充這個CMT 電競體的金屬化 然後填滿之後呢 一定會滿出這個金屬酸 滿出金屬化 同時因為你是CMT 所以你是整片金屬都有烏 只是在歐千的地方 會填滿到它 到最後整片金屬都會滿出啦 那接著就是需要使用CMT 從表面把大量的烏給移除 那表面的烏給移除的過程中呢 一般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用Dry-H回時刻 一種是用CMT來摸 在還沒有CMT的時候呢 以前都是使用所謂的回時刻機屬 那這張圖就是整個 一個基本的濕液圖架構 你會看到說 CMT首先在 Isolation的時候 STI的製程的時候 這個就有一次CMT 那等到整個電競體做完 電競體做完之後呢 層積I-O-E-0 在層積I-O-E-0的時候呢 有GAT的地方就不出來 每個人要有OUT 有GAT的地方就不出來 所以層積完絕圓層之後 基本上就是高高低低 然後最後你要CMT摸名 CMT摸名之後呢 接著黃光開金層穿 開金層穿 開金層穿 然後呢 再CMT摸進來 所以那時候層積整片都填 整片都填積完之後呢 又需要層的CMT 把這個蜜耳的凸蒜當天摸名 變CMT摸名之後呢 接著要開始怎樣呢 填金屬 上禮拜介紹過 好 屋本身在刺激的時候 是用WF6有很多的佛 所以避免佛會到處跑去10顆捲層 就會先填什麼 TI的附著層跟TIN的阻攔層 然後再填屋 所以屋填到上面之後呢 還是需要用TI把它先封起來 好 封起來之後呢 現在利用鋁銅刻金去做金屬連接線 金屬連接線做完10顆光畫完之後 然後又要再疊USG 也就是所謂的IMT IMT的ILV1 或者是IMT Internal Layer 或是Intern Layer 的Dination 層機上去的時候 因為每一層金屬層都有圖案 所以層機上去又是最高高低低的決定層 然後這時候又需要ILV的CMT 再把它摸名 摸名完之後 再開下一個屋 填下一個屋 磨下一個屋 然後再下一個層的金屬化 然後再把金屬封住 再一次卸名 所以你會看到 每一個金屬層 疊這個金屬層之前 會有一次卸名 這個金屬層做完 封住它之後 又會需要一次卸名 所以每一個ILV 它基本上 它前後各有一次卸名 都會有CMT 都會有CMT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一直到最後的金屬接線之間 你會看到 你的層數越多 你基本上CMT的次數就會很多 每一次填金屬會磨名一次 填帶H又會磨名一次 填金屬又磨名一次 填帶H又會再停一次 所以你會看到 CMT的步驟 次數非常的多 或者換個角度講 我們需要平坦化的部分 非常的多 而這早期沒有CMT的時候 是怎麼平坦化呢 在早期還沒有發展出CMT的時候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所謂的再流動 再流動平坦化 那早期是因為這個絕緣層 是因為是去運動的 是一個GAS 後來會摻個筒 或摻個零 摻個筒跟零的能度越高 它軟化的溫度就會越低 但是不管在整個地 也是高達800度到1000度 它是會軟化 軟化然後慢慢變成平坦 所以 早期是用再流動的製程 來去改暖化 但是再流動的製程呢 這個加油的溫度太高了 這個溫度太高使得怎樣呢 因為它的溫度呢 800度到1000度 會有兩個三億倍 第一個是什麼 如果我後面的這些ILD 使用BTSG 如果是用熱的再流動 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缺點 高溫會讓你的動能再次擴散 使得你的動能夠辦法通知 它會再擴散跑掉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呢 你已經有金屬化製程了 你如果使用這麼高溫的話 它會製程到你的金屬 尤其是鋁 鋁的溶電只有500多多溫 你還使用800多到1000度的 再流動溫度的話 你的鋁座溶景 所以 再流動製程的機會上 只能在幾層下滴的時候 勉強使用 第二層以後呢 要說第一個金屬層之後 在第一個金屬層之後呢 第一個金屬層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使用這種高溫的 再流動製程 因為你的鋁會溶鏡 所以呢 早期的平淡化 一種是 你還不怕熱 尺寸還很大 零件尺寸很大 一定的擴散你不KR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再流動的絕緣層 就是DPSG 參雜BOROROPUS VIRUS的 SELICAN-GIS DPSG 也就是SIO裡面 含口含力 但是呢 這只能在這下面 到後面的時候呢 我就不能用什麼高溫了 那首先刻本來定義 什麼叫平淡化 全面性的平淡呢 這種高高低低的這個 高突起來的角度呢 要小0.5度 也就是幾乎是平的 但這個平的呢 有的是只有區域局部的平 有的是要全部的平 那有的是剛成績完 表面是非常凹低低的非常多的話 它的角度就會大 那現在是有話 就是機械原本 你看早期的時候就只能靠這樣子 早期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再流動製程的話 你千萬就不能先做金屬 金屬要後座 因為金屬沒辦法 在做高溫的時候 就會乾淨 電阻值會改變 所以早期是MOSFET做完 就點著BDSG 然後呢再加熱 加熱的過程都會會Diffuse 但是這個BDSG呢 就會再流動 再流動 變得比較平快一點 就變得比較平快一點 因為它有點流動之後 分子會好 加熱的時候分子會好 那再流動之後呢 接著又回時刻 乾式時刻 直接回時刻 那回時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平的地方是到達角度180度 只要不是平的地方到達角度 基本上都是大於180度的 大達角度比較大的會轟的比較多 比較平坦的地方會轟的比較少 所以呢 當你的層級勃勃夠厚 而它有高高低低的時候呢 你只要用Dryse就厚 Dryse在空的過程中 本身就會越厚越平大 因為你的角度 倒達角度 只要你是平的 只要你是平的 只要有這個弧度的 只要有弧度的地方 它的角度 它的倒達角度就是超過180度 那它接受到你的衝擊的機率會比較大 它就會被10顆的比較多 所以反正倒達角度比較大 就會被停掉 那空掉就會產生力就是一大大小 如果又再空掉 最後呢 你這樣高低低的話會轟的比較平一點 就會開 轟的比較多 所以就會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 可是你要 可是你要小心 不要轟的轟 等到很平的時候 剛好有一次到GAME就完蛋了 所以要不要夠厚來回10顆 這是一種做法 所以呢 一種做法就是使用乾刺會10顆 它會把比較厚的力發 因為到達角度比較高的地方 它會轟的比較多 空掉的時候呢 比較高的地方就是會有到達角度比較多的地方 就載到達角度 它就輸到達角度 10顆的比較多 這是這種做法 所以呢 找跳平淡的話就是怎樣呢 成績 然後呢 10顆 10顆的時候到達角度的地方呢 就會拿掉 拿掉 然後呢 再 再成績 再成績完後 再10顆 就是一直成績10顆 一直成績10顆 一直成績10顆 就會變成成績完 那10顆就平淡化一次 然後再成績再10顆 又會再平淡一次 這就是這種辦法 就是不斷地成績10顆 成績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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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會越來越平淡 越來越平淡 然後就會漸漸地 越來越平淡化 這是一種做法 但是很掛時間 那I的做法是什麼呢 選用光組 因為光組是圖物上去的 因為是圖物上去的 所以最後的表面是平淡 因為他是全圖上去的嘛 表面是平淡 表面是平淡 他不是 他不是直接用其平淡 他是只有選圖 選圖的最上面表面是平淡 然後呢 比如說這是阿賽 這是光組 我們就找到一種 乾式10顆的性 可以10顆光組的速率 跟10顆阿賽的速率一樣 那正好我們在10顆的過程中 我就可以等速度的10顆 光組10顆速度 跟阿賽的速度的速度一樣的話 可以知道這個地方 光組就去10顆阿賽就去10顆 最後就可以吃成 比較平淡的樣子 如果光組的10顆率 跟阿賽的10顆率一樣 那我吃吃吃吃吃吃 吃下來的時候 光組的表面跟阿賽的表面 應該是平淡的表面 對不對 因為我光組的10顆速度 跟阿賽的10顆速度一樣 他怎麼做到呢 基本上就是使用 CFO的 O2的混合器 淡漿 因為大淡漿就會打出 自由基 自由基就會進行化學性的 好 Iso-Tronic的10顆 等級10顆 佛是用來吃 雅化系人 雅是用來吃光組用的 所以他們混合在一起 佛是專門吃阿賽 雅是專門吃光組 那你只要這兩個的流氧品 調得好 那他吃施力肯跟 他跟吃阿賽跟吃光組的速度 有機會打到一樣 但是光組最終還是會吃的比較快一點 為什麼 因為CFO在吃施力肯的時候呢 在吃施力肯阿賽或者 他只要是找SiO2裡面的Si 去形成SiO後的氣體 然後就會釋放出 癢出來 而釋放出的癢 又會幫助你吃光組 所以這就是 這個流氧在哪裡調 光組的時刻速度也還是會越快越 因為CFO在吃SiO2的時候 就會釋放出O 這釋放出來的O 又會去幫你吃光組 所以變成一開始 你可以調到數目的速度一樣 但是在吃到阿賽之後 阿賽 吃完阿賽 釋放出來的癢 又會去幫你吃光組 所以光組的時刻速度就會越快一點 但是再怎麼樣 它那個石的速度 只要是差不多 最後你把光組剝掉的時候 你的表面就會變得比較平坦一點 所以這也是一種平坦化的方法 就是你成績一次完之後呢 你直接突破光組 然後找一個為什麼 你是光組跟你的白石頭 那個石的速度一樣 直接放平坦的直下 再把光組去除 就會變得比較平坦的面 好 就會變得比較平坦的面 所以以上是什麼做法 早期的平坦化技術 技術 一個靠的是帶流動 加熱 你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混高溫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回石科 就是用回石科的辦法 那回石科來達到平坦化呢 有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成績回石科 成績回石科 另外一種是用什麼回石科呢 塗光組後回石科 把光組把塞在所有的頭洞 然後在石科的過程中呢 光組跟你的帶石科一起石科 那就會這個一起平坦化下來 好 你看 所以這樣變得比較平坦一點 好 這時候再去成績石科 欸 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而不是從頭一開始就直接一次成績 一直行的 所以 你會看到 這種 你會看到像這種偏黑的地方 這前面講到 Spring on Galaxy是什麼呢 這裡的決定層 也是有Spring Coving上去的 我們前面在CVD的章主有介紹過說 薄膜的成績 除了CVD 還有一種就是像光組一樣的 是有Spring Coving上去的 就是先將你的SR5 它融結在 有機容裡面 然後呢 變成液骸裝 懸吐上去之後呢 加熱 把水分蒸發掉 就會流下來 然後會不會吐汗 只是品質很差的 但是它也可以拿來去填洞 就比較不好填的洞 就有點怕 剛剛講過 懸吐是一個平坦化很好的做法 如果你想要表面平坦就是用懸吐的 Spring Coving的方式 就像光體屋屋一樣 直接把這些層塗布上去 就會是平坦 只是這層的品質會比較不好 但是你只是為了平眼空洞 終於有留下來的空洞 還要保持電力 就會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的話 可以使用再流動 或者用Spring Coving的作法來做 剛剛講過 所以早期在平坦化掉 它就是使用再流動 它就是使用回時喝 那為什麼後來發現 再這樣做下去不行呢 除了再流動溫度很高 回時喝再怎麼回時喝 也不會出非常的平 因為它底部就是把你表面 從很粗糙吃到比較不粗糙 但還是有點高高低低 沒有辦法完全變得非常的平凡 那結果剛剛是什麼事情呢 尺寸微小化的時候 我之前講過 你只要表面不平坦 你在全部光阻的時候 就會有全部的光阻比較厚 全部的光阻比較厚 那你在附光的附近過程中 你的Resolution要 你的解析度要很高 你的緊身就會很窄 緊身窄 你的光阻厚的地方 它就曝光不完全 如果你要讓光阻薄的地方 曝得很漂亮 光阻厚的地方 它就曝光不完全 光阻厚的話 你要曝光不完全 那光阻厚的地方就會過曝 就超過過曝光的時間 那反而會讓更多 不乾淵的曝光地方 給曝光掉 所以 因為圍影的要求 圍影的解析度量提高的同時 光阻厚的火候會變薄 景深會變小 因為景深變小 此而我為什麼不希望 通過的厚度 變化太大 所以就希望有更平坦的表面 所以 為什麼要用線定 是因為我現在 對黃光的要求度很高 曝光的精準度 要有要求提高 所以就必須要使用到線定 所以在點20下 就開始使用了線定 所以你就會看 如果今天你的 景楚成績的表面 如果不是平坦的 有高有低的情況下 你景楚成績上就是這樣子 有高有低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一件事 有局部的地方 讓金屬在眼界線 金屬線的地方 有幾個地方特別的保 有的地方特別的保 有的地方特別的保 那電流在流通的時候 天然特別保的地方 就會導致有比較高的電阻 所以我不希望金屬成績上去的時候 就會有高有低 有厚有高 有厚 尤其金屬呢 前面上禮拜我們叫做金屬化的時候 你有CLEE也有PVE 那如果是PVE的話呢 他側臂的基地附帶又更差 PVE鏈清楚就導致這裡會更高 那局部薄化就導致局部的電阻 會變得比較高 會有更高 那個地方就讓我們明發 再來 那再來 當你如果出現高高低低 沉積完清楚之後 現在你要去做主辦話的時候 當你上了光阻 喔 懸浮光阻 光阻表面是平等 可是 這個地方的光阻比較厚 這個地方的光阻比較厚 當你在曝光的時候呢 你想要到這裡曝得很清楚的時候 那就是剛好曝到這個地方 這個後路可以曝得很清楚的時候 那 那這裡的光阻就只有這裡的後路可以曝得很清楚 那這裡的下地方就沒有曝光到 因為緊身不夠 這個地方就沒有曝光到 光阻有可能會曝不乾淨 會殘留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地方曝得很漂亮 要曝這麼厚的光阻的話 能夠顯曝光到 曝光到 曝光 那這裡曝光完全的同時呢 這裡曝光掉 那你這裡用同樣的光源激量的話 同樣的光激量的話 這裡就會過曝 過曝的情況下呢 就連色面都會曝光 因為光打下來的時候會反射 光打來就會反射 所以像你的光月 你的光子越來越多的時候 光的激量太多的時候 它就會像側向 曝光 就會側向曝光 那你的形狀就會一直偷懸掉 所以只要你的表力是不曝的 你就很難達到高跟曝 不同的高低落差造成你的曝光 就沒有辦法達到好多的生物圈 所以就需要一台貌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 即使你的目光完全 在時刻要把金屬吃斷的時候 只要那種高低落差 有高低落差的時候 在時刻的過程中就會形成 spacer 就會殘存spacer 因為在這地方的椎子的厚度是最厚的 好 之前在皮膚摸的時候 今天好像很厚 就要看剛剛這樣子 好 這裡的厚度到這裡 因為是那個攪屋 你覺得問題 側面也會有一定的厚度 可是乾時刻的時候 是看椎子高度 乾時刻的時候 吃完這麼厚 吃完這麼厚 可是在這地方呢 它的厚度是這麼厚 當你吃完這麼厚的時候 它有這麼厚的金屬沒被吃掉 所以這裡的金屬就會殘留 你在dryaging的時候 吃下來吃下來的時候 這裡就會有厚厚的金屬殘留住 所以就變這樣 就會有金屬殘留 而如果你想把這個金屬吃乾淨 你可能就會扯空氣扯空氣 那其他地方就會overage 就會overage 所以平坦化的好處是什麼呢 平坦化的好處呢 第一個是bo 第二個是bo 有10克 你懂overage的量子 不需要那麼多 因為大家的產品 高度暢度 可是問題有高有低 就會形成spacer spacer這個地方的產品 就很難去除了 基本上是乾時刻很難去除 通常有間隙壁的地方 就要去除乾淨的方向吃10克 因為確保 側面可以吃乾淨 你用乾時刻 是狠的 是厚的厚度 那其他地方就會overage的太重 就沒有辦法 所以平坦化的好處 不只是為了顧望 還為了10克的時候要減少過10克 減少overage的量 這個意思 好 所以呢剛剛講說 為什麼要平坦化 為了10克 為了什麼呢 為了沉浸金屬的時候 不要去過毛的地方 為了曝光的時候可以 大家的屋主後不一樣 後 人生不選擇好 所以呢我們看CMP床用在哪裡呢 STI的時候要需要 還有什麼呢 借鑒值需要 ILD D&D的時候需要 當然還有什麼呢 它們在填金屬的時候 金屬會多填出來的部分 也需要 還有就是做低刃的時候 這部分就不討論 我們主要討論CMOS 模擬電圖 做低刃做memory的時候 也會需要 好 這個地方比較複大一點 好這就我們先介紹 主要再介紹前面這幾種 好 好 欸這張主持剛剛 剛剛主持是輕鬆的 好 好 好 克魯就來就來全力告訴你 呃 你只要看到有屋的地方 電競 電競體在這裡 那旁邊就是 content content裡面這個 灰色白白的就是屋 屋在前進去的時候 就會滿足啊 所以需要CMD 所以只要看到有屋的地方 就會CMD 然後呢 接著就會填不同的金屬層 那金屬層結束之後呢 要用IL去封鎖它 所以又會高高低低的 好這時候又需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需要有許多的USG的CMD 也需要很多Tuckston的CMD 所以填屋的時候需要CMD 然後填絕圓層三色的時候 也需要CMD 好這個跟大家講過 所以從這裡 你們就會發現到 基本上CMD主要可以分為什麼呢 可以叫做介驗值的CMD 而我重複剛剛的例子可以看到 整個CMD可以分為介驗值的CMD 而今天CMD的對象主要是誰 SRU 動了誰就給S SRU 另外一個CMD就是金屬的CMD 以誰為主軸 烏 以烏為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做CMD的部分呢 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介電子的CMD 一個是金屬的CMD 而介電子的CMD 材料主要是以SRU 為磨的對象 為石刻的對象 而金屬呢 主要是以烏為主要石刻的對象 那還有一種呢 還有一種呢 是什麼呢 還有一種對象是銅 或者是銅銅合金 那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在後段金屬於在壁爾屋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做銅製程 也就是現在在做銅製程 用屋通常是比較深比較窄的洞會用屋 可是到後段製程後面金屬連接線 洞不需要那麼小的時候呢 填洞就不會使用烏人 就會使用蟲 因為銅的電阻比較低 用屋是因為烏人填充能力比較低 所以不好填的洞會用屋 但只要那個洞是好填的洞 我們就會選擇電阻比較低的 因為畢竟電阻越低越好 導電力才會越好 所以就會使用蟲 那之前我們在講到銅製程的時候 介紹過銅製程是怎麼做的 他最後就是看在下來上面 上面又還有連接線的時候是怎樣 你可以直接吃兩個生的洞 然後再把上面捲著吃下來 你可以先吃一半再吃兩個 有兩階段的吃法 那這邊再介紹的是 我這邊 哈瑪斯的吃斷 光主吃完之後留下壓一斤的哈瑪斯 然後這裡也是up 然後呢乾式食科 光主吃這兩塊吃下來 吃下來之後呢 接著再把中間這一層拔掉 然後再吃下來 大約兩邊有居然要保護住 就會吃下來 吃成這樣的形狀 就變成兩個contin 那這兩個contin 是要短步的時候就這樣吃 然後呢接著呢 電鍍銅進去 銅就電鍍進來 那這時候呢這兩個Ber 短步就藉由這個銅 短步在一起 所以這個銅呢 我們之前金屬化介紹過 它是有一個很薄很薄的 PED的銅的總製程 然後再電鍍 把這個銅塗上去 那銅呢因為很會破散 所以呢在副銅之前要先點什麼金屬 上次有介紹過 TA跟TAN 這裡這裡沒有畫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介紹金屬化製程的時候 也介紹過 銅因為很會破散 也會破散到阿傘裡面 跟Sleep裡面 所以一定需要塑造成塔 或者是淡化塔 TN 是這裡沒有畫 然後電鍍銅上去的時候呢 你又覆蓋了整個表面 接著還需要CMP把它剝掉 所以金屬的CMP 除了烏之外 還有就是銅的CMP 銅的CMP 所以整個CMP的對象現在知道了 一個是絕緣層SR5 一個就是金屬 金屬可能有烏 可能有銅 或者是銅鋁合金 這些材料 這些材料 那 CMP的機台 是與古國人無論如何 這樣子 它是一個平台 然後有一個研磨墊 研磨墊 表面是一個軟性材料 軟性材料 帶一隻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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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斜線的灰色 白灰色 然後卡進去這種固定柱 然後這裡呢 這個固定環裡面呢 會有彈劃 會有彈劃 避免怎樣 如果是硬的 會比較要壓下去 那有個地方 比較突出來的地方 就會壓壞掉 所以一定要有彈性 這個彈性呢 有兩個地方保持著 也就是這個夾去的這兩邊 會有彈劃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研磨墊本身 那邊是弱的 避免說 比如說炸雞肉出來 還要壓下去 打一個壓力 就換腰 或突出來一壓力 就換腰 就變腰 通常是軟的 然後呢 接著這裡呢 就 這裡又要看 可以有一個動 是通路什麼呢 通路所謂的研磨夾 或是研磨椅 好 研磨椅 這個研磨椅呢 它有兩個用途 這個研磨椅 就很像各位什麼呢 各位想像 限定就是研磨吧 傳入的研磨椅 大家比較可以想像的是什麼 除了入宮 在做殺死你們 木頭之外 還有什麼的呢 就像刀子有沒有 很多菜刀子也要入 對不對 也需要入 而在磨的過程都是還會撒碎 有點討論到 晶圓在磨的時候 晶圓在磨的時候 晶圓跟這個表面 這就有點像磨刀石 因為磨碟就很像磨刀石的概念 而你的刀子就很像磨刀石的 你要去磨它 但是呢 我們沒有很害怕 純的物理性 機械研磨 基本上就是會傷害到裡面 也只是用物理作用力 把它給撞掉 把它給撞掉 所以在磨的過程中 其實基本上表面會損傷 而晶圓表面是 犯狼圓界的多麼敏感 很害怕會損傷 所以基本上 在磨的過程中 它靠的其實主要就是 研磨鏈去硬給它 磨掉它 因為它有個研磨鏈是軟的 它靠的是什麼呢 這個研磨膠 這個研磨膠本身是個 酸或者是碱性物質 這個碱性物質或酸性物質 本身就可以跟你 要磨的清潔的表面 產生化學作用 化學作用的可能是氧化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反應 讓你表面產生比較好磨的材料 比如說變成氧化霧 比如說金屬 烏就變成氧化霧 比較好 氧化霧比烏還要好 因為純的金屬會有延展性 純金屬有延展性會化 它把它變成氧化霧之後 變成紀念字之後 再去把它磨掉它 所以首先這研磨鏈 它本身就提供化學反應 而這化學反應呢 可以是輔助研磨的過程 第二個就是這研磨鏈裡面呢 它會有微粒 細小的微粒 這個微粒呢 就是拿來做 這個物理研磨的機械研磨用 就很像沙子表面做出的東西 研磨鏈裡面就含有這些小顆粒 那 一個最好的形容詞就是 高度解牙膏 大家知道 牙膏有沒有 擠出來的牙膏 就像是研磨鏈一樣 這個研磨鏈裡面 這研磨鏈裡面還有很多顆粒有沒有 廣告我們都講 高度解牙膏要擠出來 裡面還有顆粒 你在刷牙的過程中 高高低低的平台地方 那裡面顆粒就會進進去對不對 然後幫你再磨磨磨磨磨 然後你再把它透過研磨鏈 再把它洗出來 一樣的到 就等於是 這個研磨鏈本身是這個酸質 或者是解析的化學液 它幫你做化學反應 幫你食科 同時裡面的小微粒 這小微粒可能是什麼 如果你磨的是 介電子 這個小顆粒是二氧化型顆粒 二氧化型的小顆粒 如果是金屬的話 就是氧化的顆粒 那這些顆粒呢 就是幫你去抹掉 被氧化的材料 它被氧化之後呢 再利用這些 微小的氧化物顆粒去把它抹掉 去把它刮 去把它刮掉 它表面就會刮掉 所以呢 這裡就會下下壓 然後 有碰到銀膜 銀膜醬 銀膜醬的細小微粒 跟銀膜醬一起 碰到輕微表面 就會跟輕微表面 產生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讓表面氧化之後呢 微小的顆粒呢 再去碰到 這些氧化物 然後你再用 你往下壓 然後磨一直旋轉 在磨的過程中 這個微小顆粒就會把 表面的材料磨掉 就會磨掉 就會磨掉 所以呢 這有點像 所以它的功能其實 蠻像刷牙 就好像刷牙一樣 就把它越刷越補 越刷越補 就是在時刻 把表面的 凸出來的地方 都給磨掉 磨掉 磨掉 所以 整個現衣的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那後面 這些概念 再多加一次 所以你看 銀膜鏈本身 就是由多孔 有彈性的聚合物材料 鎖肉組成 那 所以這研磨墊呢 就很像 壓刷 這研磨墊的功能 就很像壓刷 然後呢 它的性質 會是長到線滴的品質 會是長到線滴 因為你在磨的時候 不只那個圍力 在壓刷表面 會更有 所以你測電的表面 測電的表面 有很多的 那叫什麼 鑽 鑽石粉 因為鑽石 是皮膚最高的 如果你要除了物理研磨 那就是 鑽石表面最會磨 我記得 欸 我記得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什麼東西 就是用鑽石 到鑽石磨了 我忘記了 所以拿來研磨的時候 如果就好像磨刀石 如果表面是鑽石顆粒的話 硬度最高的 那 磨一磨那個 磨得最厲害 但是一般不會用到那邊 一般就是石頭 對 所以 這個 蹭電呢 蹭電的要求是什麼呢 要耐 而且在磨的過程中 因為你磨的過程中 你會磨擦 因為你靠的是唯硬在磨擦 磨擦來取取掉 所以在磨擦的過程中 會生熱 磨的過程中 會生熱 所以呢 要能夠耐用 要能夠耐 第一個耐溫 第二個 在壓的過程中 可以耐壓脫 這樣子 餐的過程中 磨好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種東西 終究是消耗的 等磨到 它已經疲疤了 或是磨得不好 就要換 所以CMP最困 要判斷是 到底磨多少 要換一次 否則你磨第一片 跟磨第一百片 用同樣的 用同樣的稱量去磨它 磨第一片的時候 總共最好 磨到第一百片的時候 它數點都 靜靜的會洗銷 所以這個稱量 也是需要換 或者它表面 表面的彈性不夠 要再回去 重新再束 重新恢復它的彈性 才能在哪裏 所以你們看到 這有示意 基因源要壓到秤墊 有被秤墊碰到的時候 就會磨掉 沒有被碰到的話 就不會被磨掉 所以突出來之後 就會先被磨掉 那就繼續在下壓 突出來之後 就會先被磨掉 然後最後 磨到秤墊碰到的時候 突出來的地方 就會跟著磨掉 就磨掉 所以 所以叫瓶滑的炎波墊 表面 如果你的表面 是不叫瓶滑的炎波墊 你就想著 是像薩吉 模作物中的薩子 有粗的就細的 粗的呢 是可以怎樣呢 大致的粗膜 可以讓全面的地方呢 平臺化得到比較均勻 那細膜呢 就是你的砂質顆粒比較細的話 它就只能造成 怎麼講 如果粗膜度差異很大的 它磨的效果會有好 比較粗膜的 你用細膜的話 會很強不大 反而是比較平坦的 你用細膜砂質去磨掉 那粗膜砂質 那粗膜砂質 不管是粗膜的 還是平滑的 它都統一給你 弄成像 一樣的表面成果 那 你的炎波墊也是 如果你的炎波墊是比較平 平滑的 它就像是比較 呃 顆粒比較小的砂質一樣 你在磨的過程中呢 它只有短的地方 較短的均勻範圍內而已 它沒有辦法達到整面性 都達到差不多的均勻度 它只有局部的均勻度OK 但是不同的 不同的粗膜表面 我的效果會不一樣 這是因為 較平滑的眼波墊 它的選擇比比較差 它的形貌選擇比比較差 但是比較不平滑的 比較粗糙的眼波墊呢 它的形貌選擇比比較少 因為我就是很粗糙的 大部分都全部麻一遍 那使得大家都有差別的 不到差不多的形貌 那這時候再來到平滑的 比較沒有選擇比的 大家一起平台化 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CNP呢 基本上也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粗膜 一個就是細膜 一個就是細膜 粗膜就是在高音落差很大 很不均勻的時候 大家都磨到差不多之後 磨到差不多之後 再用細膜的 無差連到的距離 然後摸屏 所以CNP的概念基本上 就跟SARS在摸動性一樣 只是傳統的SARS 就是單純的物理研磨而已 機械研磨而已 而CNP呢還需要一餐化學融入進去 還需要藉由化學反應 加你要磨的東西 氧化 或是酸化掉之後 讓它變得比較好 再用裡面的 研磨漿的細膜為例 它不是只靠蹭邊磨 它也要靠 靠剛剛講的那個 研磨漿裡面的小顆粒棒 還有幾個 就像牙刷在刷牙 不只是靠牙刷 這刷子 也要靠你牙膏裡面的那個 細膠顆粒去磨它 你自己這樣磨 所以 在整個CNP的過程中 你的襯電會越磨越 越磨越粗 所以你磨一段時間 你磨硬的片數之後呢 就要重新更換你的研磨鏈 好 就需要更換你的研磨鏈 重新調整一次 那這個就是更棒大的吸引 剛剛講過 固定環裡面 兩次固定環裡面有彈光 有彈光 避免你直接把磨磨壓到 壓到平台的時候 直接上到 所以會有平台 變成是突出來 就算碰到了 它還是給你的彈器 然後有固定器 有固定器存在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 研磨頭 或者叫做清源佔據 把圍盟放到研磨頭上面 再把研磨頭放到線裡的平台 像樣 然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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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磨的過程中 又要其實添加 研磨液進去 這樣子 所以 研磨液的本質的選擇很重要 研磨頭的控制也很重要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研磨平台 剛才我們先在秤電 秤電表面呢 就是不剛才 雅刷的部分 秤電的表面也有很多 鑽石 圍力幫你用 但是鑽石本質的硬度很強 你直接去磨它 可能會傷到清源表面 所以呢 基本上表面呢 除了鑽石圍力 還有折定一層 金屬層 折定一層 金屬層在這邊 所以這就是一個 墊片的調整器 是一個 鑽石伏伏的旋轉盤 掃過研磨鏈 這是用來幹嘛呢 這個是用來 我們切磨掉過 研磨鏈 原本是就很像 沙子圍色的粗糙 你摸摸摸變平台化之後 你要再全拿回去 重新知道 不要把它重新 重新粗糙化 怎麼辦 就是拿這個 鏡鑽刷 去把你的研磨鏈呢 再重新的 抹它 讓你表面再回到 凹出的地方 又可以回去磨 我們前面講過 研磨鏈有 比較平坦的 跟比較粗糙的 那比較粗糙的 用久了 就會慢慢變得比較粗糙化了 那你要拿回去 重新再做的話 就是使用這個 這個叫做 墊片調整器 就是你磨完之後 你的砂子表面 研磨鏈 粗糙度不夠了 回來壓一壓 壓 在壓著 許多高低不同的表面之後 再拿去 磨 它磨了 欸就變平了 再拿回來壓一壓 壓一壓之後呢 你的研磨鏈表面 凹出 再出來 因為大家想過 研磨鏈的表面 是一個具有彈性的聚合物 有沒有 它有彈性的 所以當你拿去 化學基建研磨的時候呢 它磨到越來越碰碳的時候 你就拿回來 再重新在這個 無球高低碳表面 壓 再把它壓成凹 高高低低的 的細胞 你的研磨鏈 又再重新變得粗糙 又可以拿去 讓你出國使用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墊片調整器就是 用來調整你的墊片 讓你的墊片 先變墊片 不停滑的時候 再回來壓一壓 好 再講到研磨鏈了 研磨鏈 研磨鏈就是你牙膏 這些牙膏裡面有什麼呢 它是一個液體 所以它裡面會有DIY的 裡面再配一些懸浮液 那這些懸浮液呢 可能是酸 可能是減 所以還需要有一個 PH質的調控器 調整到你 我們要的酸減脂 因為不同的酸減脂 是化學板 那個不一樣 它後來化學板 出來的生成物的 種類會不同 所以需要 調整你這個 研磨鏈裡面的酸甜度 需要調整 然後呢 裡面還會再拆一些氧化槍 前面講過 它的目的就是要這樣呢 氧化金屬表面 然後變成金屬氧化物 之後再去抹它 會比較好 否則純金屬會具有延漲性 好不好 所以把這三個呢 把座位 混合在一起 就變成研磨鏈 研磨鏈 再通到你的CMP的頂牌表面 再會秤連下去抹它 好 好